各位同学好我是燕秋老师 我今天发现了Google Meet有更新了两个很好用的功能 那我今天上课也直接拿来测试 我发现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举手 其实举手呢在Google里面它本来就有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举手这个工具 好但是呢今天呢 我今天看一下其实之前就有更新了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举手啊 它已经可以统计数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画面 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例如说我叫Excel 那我可能讲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让学生来操作 那当学生在操作的时候啊 我就请同学讲说 你们如果做到一定的进度的时候 让老师知道 以前早期我是回复数字 让大家回复那个123 可是123里人多你还要算有多少人举 我比较难去抓确切的数量 现在我发现哇这举手很赞耶 他本来就有举手 记得要教育版才有哦 教育版 他举手呢 他现在已经在人员清单的地方会显示 举手的人数有多少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举手的状况 并且还有先后顺序 知道哪一个同学最快做完 跟比较晚做完 所以你可以透过举手的功能 来进行所谓的任务指派 然后请他们回复他们现在当下做的一个状况如何 所以举手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人才举手 你可以拿来做 做完了 然后举手算人数多少 所以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20几位学生 我大概抓一下 大概三分之二 做的差不多了 我的课程就可以再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功能的小修正 非常的好用 好第二个功能的话呢 好我也觉得好棒 哪一个工具呢 好就是呢 他已经可以指派学生作为主办人 好什么意思 在人员清单的右侧 每一个人的地方会有个点点点 您这时候可以再点点点上头呢 点一下后 在学生的后面点点点 有一个新功能叫授予主办人控制项 那这个控制项其实就是让学生跟你一样的一个身份别 例如说平常在用meet 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是我开的 我开的会议 如果我要请学生加进来 学生是外单位加进来的话 不太同一个网誉 都一定要去授予他 按下允许他才可以进来 所以我每次上课我都觉得这个好麻烦 要请助教帮忙开 可是如果助教开了会议连结后 变成录影档 会变成是助教那一段 就不会是老师身上 所以呢在有一些控制上面非常的不方便 那当然有些老师会分享说 我如果把学生的email加在行事例上头 是不是就可以放进来 可是如果我每次开一个连结 我的学生有七八十位 或者是我这一次场次的活动有100位的话 那每次都加email其实也蛮麻烦的 他并不是固定的成员 怎么办呢 我今天实测了 超好用 我先进去会议打开了 是我见的 然后我进来之后就看前几名 大概五六名先进来的学生 直接把他改成主办人的控制项 授予他权利 然后这学生呢不一定只要一格 他可以很多格 你就是授予授予授予就好 那我就跟学生讲 老师先去倒个水 等一下有人进来帮老师按一下 所以我发现哇这个好好用 我学生他就很乖 他在早上场下午场 他都会帮我按 然后呢我在上课进来的时候 学生们全部都进来 连结是我开的 录影档录了会在我这 但是呢我可以请学生帮忙来按允许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也非常的棒 那是我今天早上发现的新工具 我今天实测了后 真的用起来非常的顺畅 那一样的教育版才支援 教育版 好那当我们让学生变成一个主办人的时候 学生的下面的字啊 他的名字下面就会变成一个会议主办人 可以多个人哦 所以也就是说 会议如果是承办开的 或是助教开的 老师进去他也可以帮老师变成是会议主办人 可是录影档的部分还会 我觉得录影档还是会在创建会议者身上 所以原则上还是我开 我开之后呢 然后让学生前几名进来的或小老师进来的 你让小老师来按允许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就不会是我自己按允许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棒 推荐给各位 那你给了他会议的主办人权限后 来你看 你也可以把它移除掉 一样的点点点的位置 按一下移除就可以把它移除掉 所以呢 今天早上发现这两个 那我自己上课 今天上课就马上拿来用 我真的觉得哇好赞好好用 Googlemail这两块的更新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分享给各位啰 拜拜